题目就是我今天希望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乘积 这个乘积的话 我的是这样 就是80分以上的话 包含80分是A 然后以下的话 就是70分到80分就B 60分到70分是C 不及格的话就D的话 那当然会有四种的逻辑判断 假设我今天输入90 他一定A 那如果说我今天输入的是 这个65分的话 那应该输到 C OK 那一只类推 如果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你没 请各位 再做一个延伸 那其实大概结构 跟刚刚差不多吧 就是请输入成绩 一样把它转型 转型完之后怎么样 if 如果大于等于80 特别说大于等于80 那就是什么了 输出A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什么 如果它是L if 如果它是在 那个什么呢 70到80之间 70到80之间 其实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刚刚那种写法 另外一种就是你把A放在中间 其实两个都可以 就看每个人的习惯 所以如果用刚刚的写法的话 就是什么 如果剩下来就是如果A 怎么样呢 它小于80 然后呢 空一个end A怎么样呢 大于等于70 OK 对不对 这样的写法 是一种 这种写法 似乎比较口语一点点 OK 另外一种写法就是说 你把A放在这个中间 所以写出来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你可以怎么样 70在前面 然后呢 它刚好 这个A放在中间 它大于等于70 而且 小于80 两种写法的逻辑 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看每个人的习惯 其实我自己比较习惯 是写哪一种逻辑呢 其实这种逻辑我比较少写 我比较习惯 还是刚刚那逻辑 就是用end 那当然 你想说哪一个比较好 我跟各位讲 写程式真的是自己习惯最好 你如果自己不习惯的写法 即便是再好 说真的 你也无法 就是写的不顺畅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 哪怕是参考网络上 或者书上别人的 那个程式语法 程式的硕士 那最后我还是会改 我完完全会改成 我习惯的那个样子 否则的话 我会觉得那个 完完全全不是我的东西 而且我也看着不习惯 所以我建议就是 你们将来要学 这个程式的话 尽量写出你习惯的那个写法 而且最好是你要有一致性 你不要一下写这个一下写那个 最后你人格会分裂 会错乱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哪一种写法 才比较适合你 所以你自己要去选择 OK 所以这边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我们底下的话就是 它如果70分之间的就B 就是C L的话就D OK 这个是成绩的输入练习 那请各位也继续把它完成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到 开浏览器 你就在Google上输入那个BMI 那BMI里面的话 就会第一个这个BMI值的计算器 那点进来之后 这边就有个相关规则吧 也就是我们今天希望模拟 类似像这样的 就是说BMI的规则 实际上就是它的体重 所以第一个要input它的体重 就是请输入体重 OK 然后再除以它的身高 所以请输入身高的平方 而且是米公尺 也就是说 不过在台湾这边是 你身高多少 一般都是用公分 比如说我今天 比如170好了 那应该 大陆应该是用1米7是不是 对OK 所以习惯不一样 那一般的话是 假设它如果输入的是 170好了 公分 那你必须要再把它除以100 才变米 这个转换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它输入就是 就是公尺的话 就是米的话 就不需要再转换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平方 平方部分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过 用层层就可以了 层层 或者是说你可以input 那个input一个mass mass里面有一个方法 mass.paw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不过 这又看了 我是觉得 如果我说能简单就简单 层层就好了 OK 你没事的话 不要input一堆 最后其实只用一个 很简单的功能 那再来的话呢 输入完之后开始计算 那计算当然我要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它的BMI BMI如果它是小于 这个18.5 那表示过轻 18.5到24是正常 那再来的话异常就是说 它如果是24到27是有点过重了 那如果说轻微肥胖 已经到肥胖了 OK 那就是27到30 中度是30到35 以上就是重度肥胖 OK 那大家还好 看一下大家都没有这种状况 好 那再来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 我们的那个程式该如何 RUN 不过另外我还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希望做完的结果 能够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并且能够帮我把BMI输出 那BMI前后的话要做 那个所谓的双引号 然后并且呢要输出结果 类似像这样 我先DEMO一下最后的结果给各位看 执行的话 比如说输入体重 假如说体重它是60公斤 那身高的话是170 一般习惯 我们这边习惯是这样 那当然如果说你是1.7的话 你可能写法里面逻辑不一样 或者你前面的去处 可以刮虎公分或者刮虎公尺 那假如说我这边的逻辑是公分的话 好那输入完毕之后 我希望看到结果就是这样子 它的BMI OK那我希望BMI前后要有个双引号 那前面好像讲过吧 这个可能要拖曳资源 也就是所谓的拖曳资源 就是说你要在前面加一个 那个反斜线双引号 才能够输出双引号 那另外的话呢 冒号之后的话 所以前面这个是一个去处 再来就是说呢 它的那个BMI帮我放到后面 但是放到后面的话呢 会有个需求就是说 这个地方必须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方法蛮多的 那当然我们前面有列挤用format 我们用format 当然其实在Python里面可以用person person中间这样的person也可以格式化 不过根据那个Python官方的说法 那个person用法 他将来会慢慢启用 主要还是用format 因为format的其实他能够做到的格式化 还是比较 种类比较多 而且比较完整一些些 那person的话很多 有些效果可能做不出来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你还可以用一个 里面有个内建的方式叫run的 run的函数 run的方式 它其实也可以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好几种方法 那也许我这边是暂时先用format 那再来的话我希望这边换行 换行到这边 所以这边换行到这里 换行的话前面讲反斜线N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反斜线N 然后把评语 评语的话 所以要有个逻辑判断 就是根据他的BMI 得到的结果 帮我放到这边来 所以假设我今天希望看到 是这样的结果 请各位稍微练习一下 这个有几个可能 比较需要要注意的点 这个就是这个formin号 这边要换行 这边要小数点的第二位 最后是一个评语 OK 好那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怎么做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